手臂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OK 在我们的拉丁舞当中 我们指手臂运动 那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手臂运动当中 手臂重做的一点就是保持我们的形态 以及空间的整个平衡 那这个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由于身体做了一些动作 我们的手臂还会帮助身体 把这些动作给释放 把这些力量释放 那如果说我们单独来说我们的手臂的话 我们的手臂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需要我们的大臂离开身体 让我们的肿部和我们的身体 形成一个前后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都称之为这样 它叫做手臂的穿越动作 那我们的手臂第二个这个特征 就是当我们开始完成一个身体动作 到手臂结束的话 我们的手臂需要有一次转动 那这样的话还能更好的 让我右侧的这个手臂的身体 连接好我的脊椎 那我们的肩下 那同样的话我们也是穿越 好连接 那它的手臂的运动特点 就是来自于身体的穿越 让我们的手臂看起来 在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整个空间运动当中 非常非常的有线条 以及点鞋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舞蹈和手臂的运动 和身体的运动 非常非常的协调 以及非常非常的有清晰的手臂的运动轨迹